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一个专案调查 那另外当然也发现了一些在违反这个征寿性的一个规定 那因为市政府啊已经这个市长不是重启有含起那个 政风处有含起那个地检署啊 所以有查到新市政对不对 有查到新市政了吗 没有不是 因为这个新市政这个等于说要地检署他才有这个权利 本期是侵犯专案调查小组成员 那在当初我们在专案调查报告之前 我们到高雄银行那时候你还没有来接董事长 我们去调阅相关的资料 但是受到百般的刁难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现在高雄市政府已经改朝换代 但是想不到我们要去调查相关的资料调阅资料的时候 很困难耶 他只能让我们在现场 那么庞大资料我们只能在现场参阅 即使如此我们在这么困难情况下 我们还是揪出了几个非常奇怪的点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针对于目前就当初我们在调查的时候 为什么他那么短的时间大概不到四天的时间 他可以在17亿的那个履约保证函火速的就通过了 甚至他那个开会还因为这样也改了时间 到底为什么我们到现在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个部分我们当初去想要听他们最后决议的 请问一下这个核贷的时候最后决策是哪一个单位 在高雄银行的话 是常董会 好 常董会17亿的这样一个核贷案 我们居然听到的可能短短几分钟就敲定了 我不晓晓我们听到到底有没有完整 我希望你们这个部分内部调查查清楚一下 为什么这么庞大的一个核贷案 我们看不到你们的调查详细的内容就通过了 到底是谁在幕后当那个淫武者 并且很多人在质疑说 列雷建案难道说庆赋他们父子两个 就有办法把所有的这些银行团 高雄银行还有整个政府都玩弄在股掌当中 背后没有势力介入吗 大家非常质疑 所以董事长请这个部分赶快给本席详细的 你们到目前为止 你调查的进度为何 我在总之群会继续追这个案子 庆赋案全民都在看 好不好董事长 期许你这个部分 谢谢请坐 最后 最后